難民 難民 拿起手上的鐵鏟 做事揮向蛇龍對面的軍人 還有人趁亂拿出鐵剪 剪破網子 白俄羅斯與波蘭邊界爆發衝突 難民想要進入波蘭被擋下 還哭訴遭到不人道對待 我們沒有水 沒有食物 我們等了多少時間 大家看見 人們幾乎在寒冬 煩惱之類的 直接難民頂著寒冬克難取暖 當中還有不少老弱婦孺 但是這場難民危機 沒有想像中單純 波蘭控訴這一切都是白俄羅斯萬年總統 盧卡申科的陰謀 要利用難民來報復歐盟 故意把中東難民放到邊界 再驅趕他們 在白俄羅斯 在白俄這一端的難民大軍 事實上許多是來自中東雅兹底族和庫德族 白俄羅斯從今年夏天開始 就有計劃的將許多中東難民運到國內 但沒想到又強迫他們前往歐盟 難民吼說他們只是想要過近波蘭 最終目的是德國 這讓和白俄羅斯相鄰的波蘭 立陶宛重兵戒備 美國也跳出來譴責 從空拍鏡頭下看到波蘭邊界還積滿至少兩千位難民 波蘭強硬表示絕不放人入境 也讓數千位難民淪為政治算計底下的犧牲者 TVBS新聞總和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